自模範奔忘堂出道的阿本 先前公開了被診斷出腦瘤的消息 后来也分享和前任以及现任男友的互动 然而却有酸民认为他是想借此博取关注 对此阿本透过现实动态回应 认为有人喜欢他就一定会有人讨厌他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骂他的人可以借此让心情舒坦 那对他来说也算是功德一见 对于酸民们的言论 阿本则认为时间能证明一切 也能解开一切疑惑 或是化解身仇大恨 毕竟恨一百年也会累吧 他强调自己的内心深处别无所求 两年后的他会变得很不一样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而范维奇稍早也特意发文力挺 透露在他主持节目期间 阿本是最让人放心的男孩 大赞阿本懂事体贴善良 并暖心为他祷告 希望他的身体健康 范维奇的举动让阿本十分感动 也很感谢对方一直以来 总是透过私讯关心他 开心直呼一起工作的那几年 是难忘又美好的回忆